教主啊 教主啊 我们得知狮王深陷少林寺 大伙商议之下 当即立断 杨佐使与朱元庄镇守豪中 我等日夜兼程赶来少林 依我之见啊 如果在端午节 天下英雄聚集少林之时再来讨人 势必会得罪天下英雄 权宜之际 不如在端午节之前来要人 如果这样行动就算大动干戈 也只有少林一派 我们尚可应付啊 你看我干嘛 你是明教教主 当然由你做主了 好吧 我认为以本教堂堂之师 前去跟少林方丈要人 还是最好别伤了和气 如果万不得已要动手 大家要记得 第一 咱们是要救谢法王 第二 是要抓恶贼成坤 除此之外 别滥杀无辜 是 是 你要不要一同去 我 我曾经卤了少林派的众僧 囚禁在官司当中 我与少林派已经谨下了深仇 我要是去让他们发现我的身份 不是给你们添麻烦 赵姑娘 那还不简单 你搬成我明教中人混在其中 少林寺僧众绝对认不出来 舅舅 那就麻烦你一件事 请教主吩咐 立即送上本教拜帖 正式请见少林方丈 是 阿弥陀佛 毕教有事向贵派奉扛 专程上山拜见方丈神僧 阿弥陀佛 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久违了 张教主今日到此 是为万安寺救贫僧之恩而来的吗 此事 张无忌早已忘怀 今日前来 是肯请方丈念在武林一脉 开始毕教谢法王 大恩大德 日后必当不报 阿弥陀佛 出家人慈悲为本 戒称戒杀 原本就不该跟谢法王为难 不过贫僧师兄空见 命丧谢施主之首 张教主 你是一教之主 应当懂得武林中的规矩 人我是万万放不得的 此中另有缘故 怪罪不得谢法王 其中隐情 杜尔师叔昨晚已跟我讲明 那方丈又何须执着 不肯放人呢 杜尔师叔久不出江湖 不知人心险恶 只凭张教主一面之语 实在叫人难以信服 这谢法王 失手伤了空剑十增 致敢后悔 可是事后细心微想 此事的罪魁祸首 是跪教的元贞大使 怎么不见元贞呢 哼 在光明顶上 那徒驴鬼鬼祟祟 真不是个好东西 快叫那头驴滚出来 不可在大师面前无礼 哎呀 我骂的是元贞那头徒驴 又不是骂方丈那徒 是呀是呀 是呀 还请元贞大使出来 当面对着 分辨识 张教主花言巧语 于是何不 你身为一教之主 信口胡言 就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啊 洪文大师 我教主念你是位高僧 给足了你面子 你可要自重啊 哼 不自重又怎么样 我教主守信重义 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言 你少林 如我教主 就是如我明教百万之重 我教主宽宏大量不予计较 但是做下属的 绝不会散罢甘休 明教在怀思欲恶一带 招兵买马 攻城掠地 说是百万之重 绝非浮夸之言 就算百万之重又如何 莫非要将少林寺大为平地 明教如我少林 并非今日之事 你们早就进我少林寺了 并且在十六真佛像的背后 刻了十六个大字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唯我明教武林称王 你好不威风 你好不杀气啊 圆英大师的话我们可听不明白了 毕教的张教主乃武当弟子张武侠的公子 这是江湖上尽人皆知的 就算再狂妄万倍 也不敢辱及先人 至于张教主本身 又怎么会刻再灭武当的字样呢 方丈大师和圆英大师乃是有德僧人 这个小小的道理难道也不明白吗 答话者你是何人 明教无名小卒 真有刻字 如何 明教马上彻底少林寺 绝不过问谢法王之事 各位随老衲前往罗汉堂 瞻仰罗汉法相 谁是谁非自然就明白了 等等 要是没有刻字呢 一定有刻字 空言争论于事无异 陛下是什么意思 明教与少林的恩怨一笔勾销 方丈大师立即带我们前往囚禁谢法王之处 好 一言为定 请 这个证真是给我照麻烦 一见罗汉堂真相便当场揭传 揭传 非凡 还养 总怎么样 遏见了 你们 这个人 你看 方丈师父 这刻字 不可能 我看见有 昨天入夜天 我还看到有刻字呢 你不一而非 贵寺福泽深厚 功德无量 十六位尊者 今生完好无缺 正如园音大师所讲 先前遭奸人所伤 但是十六位罗汉险盛 佛法无边 立即自行补起 是乃 可喜可赫 罗汉显灵 佛法无边 不论是谁在上面做了手脚 总算是对本寺的致歉不过 贫僧有约 既往不咎了 张教主昨晚降临 听说和我三位师叔照过面 度过师叔还和你定下约 只要张教主破得我三位师叔的 金刚伏摩圈 就可以将谢施主带走 不错 杜沃大师确有此言 但在下身配三位高僧武功深厚 自知不是敌手 昨天晚上就败在三位前辈手下 败君之将何敢言勇 阿弥陀佛 张教主言重了 拒之昨晚胜负未分 哦 既然少林的住持 非要在武学上一见高低 教主 咱们只有不自量力 才能领教少林派的绝学 好在咱们是为了营救 谢兄弟而来 实必如此无可奈何 并非仗着人多势众 来少林寺挑衅呢 阿弥陀佛 张教主 这里就是 多谢方长 张无忌 敬我三位高僧 阿弥陀佛 杨鼎天的仇怨已于昨晚化解 罗汉相的事今日也结过了 好的很 好的很 张教主 你们几位上来动手啊 昨夜晚辈见识到三位高僧的神功 忠心敬佩 远不敢再在三位面前出丑 但谢法王跟在下有父子之恩 与明教兄弟有兄弟之情 我纵然自不量力 却非就他不可 在下 相信两位教中兄弟相助 以三对三平手领教 张教主不必过谦 若老那所言不错 辱张教主这等身手之人 世上再无第二位 还是人多一些 一起上来的好啊 好狂的口气 阿弥陀佛 教主 属下阴天正讨令 还是有舅舅 我年纪再大 大不过这三位高僧 少林派有硕得其素 难道我明教 就如老将出马吗 教主 禀教主 属下彭迎御请令 好吧 就由彭迎御和外公 一同相助本教主 遵命 相信 您教张无忌 隐天正 彭迎御向三位前辈请教 商店 现在四位教主 一同的 隐天正 彭和尚 丁大哥 吴济海尔 你们听着 让我谢训 双手燃满血迹 早应私有余辜 今日你们为救我而来 少林寺三位高僧征兆 不管谁生谁故 双方都定会有所损伤 你们各位仔细地想一想 如此一来 我谢训 不更是罪上加罪吗 义父 吴济海尔 你下来 你给我下来 多谢三位前辈 义父 昨夜我跟你讲的话 你全等耳边风 义父 您真凶无忌的气了 我的话你不听 我怎能不气 孩儿无忌 时不忍见义父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关在 不必多说了 你快率领本教兄弟 退出少林寺 义父 义父 乌鸡 乌鸡 乌鸡见义父有难 不能失忆人手就是不孝 乌鸡 你给我听着 今天你要是违逆我的意思 我就在你面前自绝经脉 以免多增罪孽 我还没有 乌鸡 你去不去 好 乌鸡听义父等你 你快去吧 好好好 师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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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师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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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二位师父好 师父好 好好好 好 师父好 该来的 不该来都来了 武林难得有如此盛会 我想好逝者 大多都会赶来赴会吧 各路英雄好汉 各路武林人物 由于义父劫仇 处心积虑 要报仇血恨的 其他 还有觊觎屠龙刀 痴心妄想 想夺得宝刀 成为武林至尊的 这场图示英雄会 将会掀起一场心风血雨啊 怕这怕隐藏着的成坤 更会有叫人 防不胜防的大阴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